《鬼日報》 《鬼日報》 各位小朋友 我是林良爺爺 今天我要講一個故事 一個關於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鬼日報》 工作沒多久 就得到主編兒童復勘的機會 怎麼樣為孩子寫 那就是一個考驗 因為大家知道《鬼日報》 是一個適合孩子閱讀的報紙 這份報紙強調的就是淺語 淺語本來這兩個字 聽起來聽不懂 什麼叫淺語 可是文字是看得懂的 你要看這兩個字就懂 就是淺顯的語言 淺是淺 但是要淺而有味 剛下過一場大雨 山上一個小男孩 拿一張紅紙 折一隻紙船 輕輕放在小溪裡 他淺語的藝術這個概念 界定了他整個 一個寫作的一個基調跟方向 同時也為台灣的兒童文學 定下最基本的定調 中文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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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裡 如果你有高度的專注的觀察 就可以發現可以寫東西還很多 那生活裡最容易找到的經驗就是家庭 他的文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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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他在一些引領上 理論上 和一些方面都是非常有貢獻 生活裡有許多東西足夠我們品味的 寫作就是幫我們去品味人生